女人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某一天她无意中发现了丈夫背叛自己的视频 办理了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自结婚就成为了家庭主妇的安妮没有丝毫工作经验 在应聘连连被拒后 她找了一份没有工资的实习工作 用身上谨慎地钱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 一个人摆弄高于自身重量几倍的家具 一个人偷偷哭泣安慰自己 第一天送孩子上学 还遇到了拦路的流浪汉 经此一事让安妮意识到 他们要学习一下遇到坏人该如何保护自己了 也是从这开始 安妮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为她带来改变的 就是台上这个穿着防护服的男人 杰克一眼便被安妮惊念的容颜深深吸引 好不容易等到他上来陪练 可谁又能想到 安妮将被丈夫背叛的怒火全部发泄到了她的身上 杰克想要暂停 但却被拉了回去 直到安妮历劫才停手 缘分使然 二人在咖啡馆相遇 起初安妮还有些不敢确认 直到看到她一拳一拐地走路 随手从给孩子们买的玩具里拿出一样当作了欠礼 然而他们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因为平时要忙工作 安妮无暇照顾孩子 她向同事打听哪里可以找到靠谱的保姆 正巧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里 正是杰克 更巧的是 女人说杰克就曾在自己家做过保姆 说着同事喊住了她 见到她停下 安妮立刻躲到了女人的背后 同事还好奇 她怎么这么多工作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杰克的父亲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豪 因为受不了父母的整日虚导 这才出来自力更生 安妮通过同事找来的杰克 吩咐完一些注意事项 就急匆匆地出去约会了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她迫切地想要为他们找一个继父 但一切好像并不如她所愿 男人虽然表面绅士 可不管是逛街还是吃饭 她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安妮的便宜 杰克在家里陪孩子们倒是挺开心 回家的路上 安妮再也忍受不了了 杰克刚想开口 见到她这副样子就又闭了嘴 刚准备偷偷溜走 她根本听不懂安妮说的话 从口袋拿出钱包 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 第二天 两个孩子急匆匆地跑来 说他们的母亲生病了 杰克跟着他们来到家里 替安妮盖好被子 轻轻推了两下 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还以为自己和杰克发生了关系 原来只是安妮昨晚喝酒太多了 他看向杰克 这一刻安妮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比自己小很多的男孩 或许才是自己的真爱 或许才是自己的真爱